随时为祖国献身 我们必须要担起这份责任 因为我们后面站的就是这里 现在是晚上的6点半左右 我们正在外场拍摄飞行训练 看到有两架歼16战备飞机正整装待发 警巡是属于实战状态 我带的是实战武器 而且武器属于待激发状态 现在让我 现在那里我现在又能上飞机 然后就能去处置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告警器 今天我们会听到那个狄更宗 狄更宗的一个告警 然后当时我就知道 对方在这边搜索我 因为对方是具有攻击性的 两架战斗机 如果我是贸然去底薪的话 会随时他们可能对我开火 有可能会影响事态的升级 这时候我做出了一个第二步的决定 就是我下令关闭了机上的所有的一些 对外发射的一些电子设备 用超低空消失在茫茫的一个黑暗里 通过他们两架飞机之间 然后做了一个同滚的动作 站在了他们的聊机的尾后 对方的飞机卡我们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动优势 然后他们也不敢轻急妄动 我们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 我们在空域里临时接到了 上机让我们训斩站的一个通知 然后我们连下飞机立即停止训练 然后对象的我们需要去处置的空域 然后我们进空域以后 以为也是一种平常的正常的应对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应对过很多次了 结果我们就感觉对方一直在压迫我们的机动空间 甚至飞到了我们飞机接近我们的上面 当时我们就感觉不对了 然后我们两架飞机扣下来追着我 然后我的掌机又追着他们俩 就相对于我们四架飞机在一个空战圈里面 直到我们到最后占优了以后 他们主动的就退出了 当时看到有很多架战斗直班的飞机 战斗直班室也住满了人 在这个一线改装并不是能够很连续 经常会有这种训练被中断的情况 然后因为是出现了这个特殊的情况 说明外军机已经开启雷达 对我们进行了提前扫描 对其进行对等反制 没有多久他便离开了 其实因为我们从改装开始 就一直在这个战斗鱼线 每天都在看到 所以当突发情况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这么慌张 或觉得他来得这么快 因为他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们也是时时刻刻做好了准备 随时为祖国献身 我们必须要担起这份责任 因为我们后面站的就是人民 在游戏中边跳的明前 员 使用 划 明车